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微信群那一个说想看一下我所有的一个原原子笔啊 也普通话应该是叫圆珠笔 英语叫ball point pen Water point pen的话 我就是那个中性笔或者那个走珠笔 我是没有怎么用 因为我是用干笔 我主要是那个水性的那一块 我是用干笔来做 柔性的这块的话是 我是用这个原子笔为主 因为它防水而且也够细 那基本上如果真的追求细 然后又要防水的 那其实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只原子原子笔能搞定了 没必要去用那个干笔啊 因为我主要还是使用为主 那首先这样子 这里是我原我买笔吧 基本上就是看品牌 然后我看那个笔的外观 别的我基本上不看 我也不看什么书写感受 我先看第一眼我喜欢的 通常是这样子 那首先这样子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吧 那现在这样子 你们也能看到就水能的那个不同笔款 几个笔款的一个尺寸了 反正干笔的话也不会比这个差很多 基本上只有这个大小比例 那你看到从爱城的这一个的话 爱城是140 不是这个应该是那个水印的部分 会把到处会遮住 好那140 看一下这边啊对 148左右的一个尺寸 然后呢再下来的话最短的这一只的话 我132然后再下来是 OK137那差个五毫米左右 那这也是那个尺寸上的一个差别 那水能还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 就是他这里是中间是空心的 那空心的话 这里再可以掉点失误什么的 因为我这么多只嘛 那这只是备用的 然后啊这只银的好像又 啊果然我不太喜欢用银的 你看这里我又开始氧化了 有黑点了 有之前出过那个抛光视频了 然后现在好像还是这样子啊 而且还是个指纹数据器 能看到又开始了啊也没办法 吃一点再弄吧这个 但是这只银子无限吧真的是很好看 我第一只笔的话其实是五毅嘛 然后再下来其实是那个威迪就威迪文水能的那个金色的植物植物线钢笔 那后来就是发现好像用那个就是书写的时候吗 真的是有些地方真的原子笔比比较方便 我就再来了一只银的这个植物线 那导致了现在这样子的这几只那日用最多的肯定还是爱神 然后这一只的反正就十几年了太久了 然后这一只当时是好像呃他是拍卖的 然后好便宜啊我就手键然后给买了 那这几只就是我主要的一个水能的一个钢笔 那首先给大家讲一下的几个就是水能的一个圆珠笔的话嘛 呃我这几个给你们拔一下 ok那这个旋转开 这个等一下这个有点那个因为这两只都是这哎呀所以一二都是老笔 那这个拔这个你看他们这个头你看到刚刚是直接连这个后面黑色的这个直接给卡到那个笔尾上面了 那这个你看到有点秀机啊什么的 因为时间久远了这个也没有办法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能的植物线 那新版的就是这样子的 新版这个就是这是后面的一个版本 直接就是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然后艾成我就真不知道艾成的话我现在也是这种的 可能出的比比较久吧 但这次应该是比较近的 但是我不知道新的现在艾成停产了吗 我不知道后面新的艾成是不是也是用这个 然后呢这个首先水能本身的一个笔型嘛 那个boardpoint pen嘛 油性笔那是这个样的 然后他是没办法用那个G2就G2笔型的 因为他然后能尖尖尖尖尖的一个笔型嘛 他是这个等一下啊 这个呢呃这个是已经之前那个弹簧坏掉了 所以这个弹簧的弄弄出来正常是不能的 这个我那个弹簧坏掉了所以就找人修了换了一个 你看正常这个也是有弹簧的但是他没有坏 那这个也是那个水能的 你看我这个用的都是那个死前痕迹的 然后这一只就是 是替用笔型 暂时我我知道的人替用的就这款笔型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中文我真不知道叫什么 montevedi 呃英语应该是这样子 但这个的话是美美国的港币 然后要买这个笔型的W422 422的一个规格他是可以兼用的 然后你看基本上一模一样 因为笔型有时候插那一两毫米 然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基本上现在我用的就是这款笔型 因为水能的笔型太难买了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再去买这样子一个情况 呃再下来了这个就 笔型的话就基本上这个 反正这个跟这只它里面的 你看到都是一个通用的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然后笔型的话 说实话吧 这个笔型还挺耐用的 我用了差不多一年没到 因为我用的频率不是很高了 我就平常做一做笔记这样子 所以说也用量其实还ok 倒是真的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些就是银的一个干笔 你看保养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麻烦 真的不好 不呃不好用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 呃怎么讲呢 为了这个啊 而且这个都让我对准回去 而且每一次嘛 真去用的时候吧 就颜值是真的够 但是一般弄到黑点 你又要去那个插一步 然后给它好好的处理一下 这样子有时候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 然后呢 这一支是我艾成的艾成的一个鼻心 那艾成的鼻心也是waterman的 那基本上我把我这几只waterman用完 我后面就会全力去换那个monteved的一个鼻心 然后这个但是艾成的有这个旋转 我一直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这个就不太懂了 好 然后就是这个反正就这样子 然后另外久的时候嘛 你看这个 我选比如说我这支笔旋旋出来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选一点点 它就你看卡住了 你必须要手动旋回去 那像一些比较好的 你看它会自动弹回去 那我现在这支的话就这个公 你看这支也是这支连出都要整个手动 旋转出新的那 为主要问题就这个 我不知道是里面的弹簧问题呢还是怎么样 那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一个水能的一个原子笔 那这个你看都是有弹性的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弹簧的问题了 你看这个它是一样的收回去的 我这两支就偏新的笔是没问题 但这两支可能比较旧了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好那就是大概这样 然后这支你看到了我已经脱度了等等问题了 就是欧比即使是老比吗 我用到这么久也就这样子一个情况了 那比起国产比的话 它这个质量等等真的是很给力 然后这个的话它本身已经非常多黑点了 我是已经把它抛光了 所以你现在看整支笔好像挺新的 也挺亮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另外我记得前面有个视频我讲过了 就是时间久了摔一下那这也会有凹纹 那像这一支艾成我平常是放笔带的 所以说你看它整个状况也是非常的非常不错 好那这就是我所有的一个圆珠笔的一个讲解了 然后再下来了就是 嗯我来试试写一下吧 那这一支是那个Ballpoint Panel Monterey的 怎么拼我都忘了好像是这样吧 蛮拼吧 好像这么拼吧 好像这么拼吧 Ballpoint Pen OK这样子 然后还是一样吧 我给大家试一下就是这个粗细 它这个笔形嘛 它是偏水的 因为我的水能的那个笔形都是属于库存版的 那用起来的话就是滑顺度来讲都是OK的都很滑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那个万宝龙的比较滑 说是万宝龙的那个笔形是比较滑的 水能的这个没有那么滑 主尼杆会比较强一点点 好那这是Monterey的你看到也比较黑 然后我现在再来用这个Boterman的 这一支真的是太细了 说实话 Pen 然后这个 但是水能的话就是会比这个Monterey的它要滑一点 然后比比尖你就是这个笔的一个粗细 你也能看到它是比较细的水能的 所以说水能做笔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它是很专业的 可惜就是不像万宝龙了那么会转型了 所以就整个品牌就浪费了 好那这个我把后面的也给写写 出锋什么的咱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不是钢笔 然后呢我再我还有一支 我就拿这支艾成来对比一下吧给你们 那你们能看到就是初戏是差不多的 初末其实这些比方这么久了 初末其实都没有问题 我暂时还没有翻车过 说我买一支笔形回来是 就是水能的 单纯讲水能的 然后说我出不了末了 暂时说实话我还没有试过 让人看到初戏其实是差不多 不会说差别很大 我用起来是还好 那你看这里后面那句又不写 写完这句吧 OK那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那好那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或者我什么我漏讲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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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